1943年羊年生人,五行属水,水羊的主人性格和顺,不爱出风头,有责任感,重朋友,有舍己为人的精神,所以很得朋友的爱戴。 但由于处处为朋友着想,不计较自己的得失,所以有时难免吃亏。 水羊人适宜于在技术行业发展或从事研究工作。 少年辛苦,中年稳定,晚年安乐,男女都会有幸福美满家庭。 水羊人颇具天赋,他们在早年能受到良好的栽培,他的艺术天赋能使自己的音乐、绘画与工艺方面获得相当高的成就,他们很有自信又好相处。 水羊人年轻时事业运很强,是一个具有事业心的人,颇为平稳的事业运可以得到一生的财富。 虽然也会遇到不少困难阻碍,但只要水羊人按部就班,就能得到满意的成果。 水羊人一生的财运有些似是而非,浮沉不定,故此必须小心戒备,特别要小心理财,重大的投资可免则免,贸然听信朋友的话,结果会令你焦头烂额。 水羊人对于横财不可过于憧憬,此外,钱财不可露眼,以防被人盗窃或诈骗。 1943鬼为年生人,本命生孝羊,那因为羊柳慕命,流年那因为肠流水,年命那因被流年那因生住,年命天干,地支与流年天干,地支相互未比,故此年对1943年生的水羊人朋友来说,一生运势尚可。 但有白虎入命,需要注意衰捧之伤,高显这处工作慎行慎亡,避免发生血光之灾。 1943年生的男性朋友,其年命挂与流年贯注的前金五行金木相战,天克人,并感应气场未凶,一生须多注意安全,亦有红伤,磕破,四肢受伤,颈椎疼痛,须家中小辈,多加注意老年水羊人的健康。 1943年出生的水羊人女性朋友,年命挂与流年贯注的离火,木火相生,并感应气场未及,此年只需多注意心脏,血压等方面的问题,性格方面,1943年出生蜀羊的人乃是鬼位年生,此年生人聪慧过人,勤俭持家,纵然早年有坎坷之事,也可得以他人指点,中年时多有官运亨通, 且要为人着想,不可刚愧自用,鬼位扬年之人,性格聪颖,伶俐,喜好和平,细腻,感知力极强,知人善任,文质彬彬,才学极高,善交际,伶牙利齿,善决断,纯善温婉之人。 医生事业顺遂运气上家,自身工作能力上家,负责认真,口才伶俐,从事业务工作收益极佳,心思细腻,对身边同事关怀备至,人缘好。 领导青睐,勤勤恳恳工作,终可白尺肝头更进一步。 水羊人对爱情细腻认真,与鼠兔,鼠马,鼠猪之人相配上家,爱情美满幸福。 感知力丰富,桃花旺盛,但性格优柔寡断,不懂拒绝,烂桃花多,对家庭认真负责,子孙安乐,缺乏安全感。 身体方面多加注意锻炼,刻保长寿,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闲人说过,平心静气,静而不争,方能无往而不利,无论是做人,还是做事,都应该保持一颗平静心,无论是待人,还是接物,都应该要保持一定的平常心。 平静心,平常心,就是让人像溪水一般,慢慢地流淌,不要太急,也不要过分暴躁,反而你能默默叙事,中途超车,远胜常人。 现代人,谈论修身养性,就经常把什么赚大钱和成功扯到一起来谈论,这,恰恰就是走极端的开始。 因此,糊里糊涂的修身养性的人居多,而真正过好自己生活的人居少。 试想,整天把赚大钱和成功放在嘴边的人,那他做事如何能够平静,那他做人如何能够长久。 太急躁,结果就是让自己陷入到沼泽当中,害死了自己。 只能说,现代人多了暴躁,而少了静心,这就是他们活得不幸福的根源所在。 有道是致虚疾,守静躲。 大致意思是,让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。 直白一点来说,就是心性要朴实,心灵要平静,做人要淡定。 如此,才是你我的正道。 盲目抢求,是普通人走极端的开始。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静以修身呢? 因为我们都喜欢抢求。 不是这一刻抢求钱财,就是下一刻抢求感情,反正什么都想自己说了算。 这种抢求的想法,很遗憾地说,就是一种走极端的行为。 在十几年前,有一位年轻人考了很多次,都考不上名校,所以就想跳楼自杀。 可是,在他想一跃而下的那一刻,他的爷爷劝住了他。 他的爷爷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, 死,很容易,诞生,很难。 争,很容易,但不争,很难。 既然你连死都不怕,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呢? 后来,这位年轻人从生死的边缘走了回来,自己外出工作,干事业去了。 十几年后的今天,这位年轻人已经是某家厂房的老板了。 他经常把爷爷劝他的话放在嘴边, 人哪,不争,不抢求,很难。 但你能克服,就发现一切都柳暗花明了。 现代人,总喜欢强求太多,一旦不乐意,就出现了不想活的心态。 这种心态,从本质上来说,就是一种心灵脆弱,道横不够的行为。 真正有本事的人,会在生活的落差中,学会静而不争, 以此走出低谷,重获新生。 静而不争,这是人一生的福气。 白居易说过,蜗牛脚上争何事,石火光中寄此生。 苏氏也坦言,狗非无知所有,虽亦豪而莫取。 其实,人生如此短暂,我们如此执着,如此偏执,如此极端, 又能拥有什么呢? 最后,不过是戾气缠身,越活越感觉到纠结不堪而已。 跟我们无缘的事物,那我们一丝一毫也不强求,反正它属于谁,就归谁所有。 如果有些事物跟我们有缘分,那我们就算不强求,他们也会来到我们的身边。 做人,之所以要静而不争,就是因为我们的静气,就是克服内心贪嗔痴等执念的不二法门。 倘若缺乏静气,那我们的人生,岂不是被贪嗔痴所束缚了吗? 有一位弟子,问了禅师一个问题,师父,为什么痛苦总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? 禅师回了弟子一句话,不是人要承受痛苦,而是人自己创造了痛苦。 凡所不幸,凡所不满,皆由你的心所产生。 我们不妨问问自己,是不是总觉得是别人给予了我们痛苦呢? 可是,我们有没有反省过,一切都是自己看不开,看不透的结果呢? 要想摆脱不必要的烦恼,那静而不争,就是最好的选择。 人有静气,千般受益。 有一位国学大师说过,现代人总觉得自己没有福气,其实不是他们无福可享,而是他们有了轻浮,也不会享受,自然就一无所得了。 什么是轻浮呢? 那就是在空闲的时候,你要清空内心深处的烦恼,只要是过去之事都一律清空,只留下一方干净的天地。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片清明的空间,可这片空间,大多数都被我们用来收纳尘世间的是非和烦恼。 这个时候,这片清朗的空间就会变得污浊起来。 就像房间一样,它本来是整洁的,但你非要把垃圾和杂物丢入其中,那它又怎么可能干净呢? 如此,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,就是清空不必要的杂物,抛弃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人与事,放过自己,同时也放过别人。 像放过这种智慧,现代人往往不具备,因为人太贪心了,总认为自己能够拥有尘世间的一切。 殊不知,他们拥有的并非是福气,而是尘世间的污垢。 如此,做个内心有静气的人,踢出污垢,还自己一片简单且舒适的空间。 淡然自若,坦然自得。 这般,就是美好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